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月 末代皇帝溥仪受到苏方的通知 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证人 随后溥仪在苏方的押界下前往日本军事法庭上 溥仪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 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认为 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先 溥仪则回击道 我可没有强迫他们 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 引起了国际法庭的哄堂大笑 晚清风尘女子罕见老照片 手持折扇 艳丽的面容 淡淡的微笑 只是三寸金莲看起来毫无美感可言 末代皇帝溥仪和弟弟妹妹的罕见合影 前排左起 运心 普任 运贤 运玉 后排左起 运河 普洁 运营 他们几兄妹容貌还是挺出众的 比哪些太妃们强多了 川岛方子元明爱 新觉罗 显瑜 探明金碧归 晚清宿亲王善袭第十四旅 清朝覆灭后 善袭想见日本之力复活 将女儿显于送给日本人川岛浪宿为养女 改名川岛方子 并在日本接受教育 长大后的川岛方子为日本效力 长期担任日本鉴别 徒为川岛方子的女庄长 天的娇内动人 1909 年 北京城 婚礼中的队伍 行人看到也是让开道路 看来是官员人家举行了婚礼 难得一见 注 齐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反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